把这两个sub变两个按钮 不然的话其实不方便嘛 所以以后的话记得啦 如果你要变成按钮的话呢 那记得要用sub 你不能用function 还有记得啦 常有同学一直问说 老师为什么这边function不能执行 一执行它就跳出聚集这个视窗 为什么呢 因为function不能够被这样的执行 它执行的方式只能差几乱数 特别注意 因为我可能同学一个搞混呢 就是把sub跟function搞混 因为想说sub是用执行的 那function是不是 不是哦 function是要在这边被执行的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OK 那如果说呢你是sub 这边执行是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来了 你不可能说每一次都在这边 因为你每次如果要执行的话 势必你变成你要先切到visual basic 然后再打开模组 然后再执行 很麻烦哦 所以如果假设你希望变两个按钮的话 第一个哦 在开发人员的下方有个插入 那我如果要做按钮的话呢 请记得哦 找到表单控制项的 左上角这边有一个叫按钮 看起来有点像按钮哦 那记得不是下方这个哦 不要用这一个 这一个叫ActiveX控制项也可以闪上按钮 可以但是比较麻烦不建议啦OK 用这个比较简单 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框一个框框一个按钮给他 他直接会问你说那你按下他要执行哪一个sub 那你就直接把他选起来 给他一个名称就OK了 所以第一个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表单控制项 那把选择这个 这个嘛 点一下哦 点完之后的话 那请你在空白处十字的地方按住不要放哦 滑鼠左键按住不要放 向右下角拖拉 那拖拉的大小放开就是按钮的大小 所以比如说要这么大哦 OK好放开 这个时候呢 他会弹出一个视窗 问你说 请你告诉我你按下之后要执行哪一个聚集 那其实这里的聚集指的就是sub啦 所以呢 名称不一样 反正以后你记得啦 聚集反正值的就是sub 就是手机 好 所以呢 我按下他 他帮我执行这个叫手机的sub 那名称我习惯 点选他之后呢 上面的名称我习惯把它复制起来 为什么要复制呢 其实你按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 他的按钮名称 不会自己帮你把那个sub名称自己贴过来 所以变成说你要自己手动贴啦 所以或者你把它删掉 自己重新再打那个字也可以啦 只是我觉得贴过来好像比较快 好 那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记得一定要点旁边一下 你不能直接是这样 这种叫设计模式 这个点不行 点只能够修改里面的文字 如果你要按下去执行的话 请你在点旁边的空白储存格 有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你按一下他 他就被执行 就这样而已 那一样的道理哦 再做第二个按钮 所以按一下按钮之后 在下方拖拉出一个 一样大的一个按钮 大概这么大 放开 清除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改成叫清除 好 这样完成 执行一下 两个按钮就OK了 当然啦 其实其他的部分呢 你们看看有没有要再做其他的变化 OK 如果有的话其实也可以 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前面这个范例 有没有 像这个等级有没有 你也可以做两个按钮 按下他自动输出 新号 有没有 按下他自动清除新号 这个应该一样的道理吧 或者是Labs 自动两个按钮 或者是方选也可以啦 你们自己再去练习看看 有没有 之前我们练习嘛 什么吴先生 张小姐 那这个地方可以练习 有没有 两个按钮 按下他输出 按下他清除 其他这个部分也可以啦 反正这个性别 同样的道理 所以有几个题目 你们不妨 可以在自己再练习看看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请你把这两个按钮产生看看